欢迎干净世界和油管的观众朋友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3年3月17号星期五 这几天孔一己文学掀起热潮 因为一位网友的一句话 学历不单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 更是孔一己脱不下的长山 网友们纷纷用孔一己文学来形容自己当下的处境 央视也来蹭热度了 说要正视孔一己文学背后的焦虑 文章说,孔一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 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 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 央视不说则罢,一说反而惹恼了网友们 本来大家是为了反映年轻人对现状的普遍不满 央视硬是把它玩成了鸡汤,带偏风向 年轻人说脱不下长山 是因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人力物力财力,却得不到相匹配的工作和收入 但是中国的现实呢 不是愿不愿意接受比如像体力劳动这样的工作 而是中国学生和家庭们在无限内卷的环境下学成了 进入社会又被反复盘剥 最后发现自己不过就是耗财,用完就扔了 就好像花了一生的积蓄买了个烂尾楼一样 你能怪买房者为何没有买个便宜的简易房吗 又好像投资者把钱投入政府站台的P2P 钱被骗走了,你能怪储户为什么不去做定期存款吗 这种类比的例子太多了 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接龙,看谁接得多 大家都听明白了,问题的核心在于造成社会困难背后的原因 而不是年轻人找工作的心态 人生面对苦难应该积极面对,这是对的 但这绝对不是回避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而不想办法改变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借口 反而去怪年轻人努力的姿势不对 很多年轻人已经进了工厂 当了服务员,工地搬砖,快递和外卖小哥 看看他们的履历,甚至有海归,有硕士 你还要年轻人怎么样 上次有个北大研究生毕业去当城管都被拿来赞一番 因为进了编制好像有了生活保证 但是比起他们的付出 这是一个失序的社会严重紊乱造成的灾难 如果说的具体一点,有一位网友说 我只知道我18年大学毕业进了现在这家国有企业性质的公司 工作快五年了,加过不少班 到凌晨过,通宵过 工作日加班从来没有拿过加班费 节假日加班也从来没有按照劳动法的标准拿到过加班费 上个季度因为加班率不达标 绩效从组长原本想给我打的机变成了U 连U都有啊 这三个月每个月绩效工资只能达到30% 也因此被要求转岗了 而这两天的宣冠里又开始要求个人加班率要达到25%了 这就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着的 也是我现在目光所能及将来依然会经历的 至少我是看不到任何实在的证据能让我感觉会变好 在一个没有所谓资本家参与的经历里尚且如此 你们还在这里大谈特谈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好意思的 还有一位网友说 央视的言论一定程度代表一国意识形态体现 不愿靠劳动改变自身的环境 难道你们就没有反思过是因为土地政策带来的买房负担 没有强制劳动法的保护加班制度 市场经济的低迷导致就业困难 你们都没有想过 从不听 我觉得只要你觉得政策没有错 我们要努力奋斗的配合你们的一切 请问凭什么 这一句我们要努力奋斗的配合你们的一切 请问凭什么 震聋发聩啊 大家还记得两会代表提出 一周双修不利于中国人旅游 要变成隔周三修吧 网友们也是一顿骂 双修没有强制普及好不好 没学会走先不要跑啊 一名知乎网友发起提问 你有理由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吗 评论区很多用户的回答 遭到审核或者删除了 有人说 那要看你属于哪一部分了 现在社会总体已经分成了 0.2%,6.8%和93% 0.2%的人获得了绝对的权利 7%的人掌握了社会的90%的资源 剩下的93% 好财罢了 如果你是那0.2% 那么你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如果你是那7% 那你将越来越幸福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那93% 不好意思 社会的好坏与否 从来都和这个群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人说 小时候觉得只要消灭了美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 就能过上好日子 现在觉得有一个强大的敌对势力 普通人才能过上点安稳的日子 对央视来说 苦难就是素材 往正能量写 把自己感动了就是任务完成 这篇文章在赞扬各地稳就业的成果 这里面举的例子看得我是胆战心惊 题目还叫做保障劳动权益 这位说 现在白天开网约车 晚上5点半到9点半送外卖 平时有订单就去推销和安装卫浴 这三份工作都能签订正式的合同呢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三份工作收入稳定 而且都受到法律保护 听起来是觉得怪怪的对吧 很假 怎么不像是感谢政府 好像是对吃人社会的控诉呢 开网约车有一大清早出去拉活 晚上还有送外卖到9点半 偶尔还得去推销和安装卫浴 做三份工作的灵活就业者 这么辛苦 无险一惊也很悬呢 还得指望自己不要出交通事故 身体不要垮 不要生病 不然结果就很难想象了 这种人还会赞政府政策好 还受法律保护 央视的编辑们也是越来越烂了 他们连找个例子都要找这种明显不符合逻辑的 说起宣传的不合逻辑 这边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呢 百度的文心一言火了 对标ChatGBT产品文心一言发布会上 仅仅播放了预先录制的视频短片 并没有进行任何现场对话演示 令观众大失所望 李彦宏说这款产品并不完美 发布是因为有市场需求 发布会还没有开完呢 百度港股股价跌了10% 为了抢这波风口 拿出一个看不出效果的产品 完全没有必要 没有心意 也没有诚意 发布会并没有对大模型参数 进行系统性介绍 也没有在现场进行人机对话的实际示范 此外呢 根据百度公布的文心一言邀请测试方案 这款应用程序目前并未全面对大众开放 人们不可以像玩拆GBT一样的随便玩 原因大家都懂啊 担心一玩就被玩坏了 这产品就永远都不能面试了 但是不可描述的一幕发生了 美国的花旗银行也在星期四对文心一言进行了测试 分析师们也发话了 观众朋友们要坐好椅子啊 他们说啊 虽然在发布会上对文心一言的演示简单 且以录制视频的方式进行 加上百度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 对该应用的谦逊评论 可能会让投资者和媒体失望 但是花旗银行团队在发布会后的实时演示 让我们放心 文心一言还不完美 但有可能回答我们大多数复杂的问题 花旗并没有具体说明 他们向文心一言提出了哪些问题 美国的Jeffrey集团和美国银行 也在文心一言的演示后 对百度持积极态度 话说一个新生的AI产品 在投资者们大失所望股票大跌之时 几个银行的分析师 何德何能就问了几个问题 还没公布他们问了什么问题 就得出了这个产品令人放心的结论 你以为AI是在分析财务数据吗 然后百度的股价就因为他们几句话 就把前一天跌的都涨回来了 请问观众朋友们 有人信这个story的逻辑吗 如果做出一个合理的类比 请大家看看 谷歌的AI产品推出后被人骂 谷歌的股价大跌的故事 就知道投资者们的正常逻辑是什么了 而且不要忘了 就在文心一言发布的前一天 OpenAI推出了GPT4 这对谷歌和百度都是大大的坏消息 此前面试的ChatGPT 是基于GPT3.5架构开发的 而GPT4甚是新一级升级版本 据了解 GPT4与前代相比可以接受的文本输入上限更高 回答的准确性提高 能够生成歌词 创意文本等多样化风格的内容 而且GPT4有强大的实图能力 可以解读图片 这还没完呢 3月16号 微软召开了一场AI主题的发布会 在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等工具中 微软推出了全新的AI服务产品 Copilot 例如在Word中 用户只需要给出简短的提示 Copilot就可以创建出一个初稿 并根据需要调入信息 在使用Excel时 Copilot也可以直接和用户对话 推荐实用公式 甚至于给Pilot的一份Word内容 它就能帮助你自动生成一份PPT 在国内还在用WPS的客户们 也许开始激动的要尝试玩玩Office了 谷歌也宣布了自家产品在AI方面的一系列更新 包括Gmail以及Google Doc Sheets、Slice等所有Workspace办公组件 美国两大科技巨头在火拼 硬核实力产品推出火花四箭 在遥远的东方 一个叫做百度的公司 推出了一个神秘的产品 录制的视频 演示的PPT 被几个银行的人看过之后 就觉得这产品肯定可以和美国企业竞争 这背后说没有托盘的金融操作 我想网友们也是不信 我不否认百度可能会出一个产品 但是要出一个伟大的产品 在过滤真实信息诚信 一向回避现实的研究大环境下 是不太可能了 用刚才央视的逻辑 百度啊百度 实在不行就把长山脱下来吧 专心做那些过滤帖子的科技就好了 别当孔一己了 观众朋友们 对百度这个产品有何高见呢 快来留言参与讨论吧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 点赞分享 要记得订阅点赞 小木谈天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视频链接就在置顶留言 干净世界不久的将来 将成为我的主力平台 去点一下订阅 不要失去联系 大家也请加入小木电报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和日常更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视频说明栏也有赞助链接 支持小木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 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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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